好那么随着防疫降级到二级 吉安湘各区的福气站 也陆续有条件的恢复了正常的运作 那么乡长游淑珍也前往关心 引发长辈的开学情况 并且细心的叮咛要落实防疫 受到疫情影响 吉安湘各社区福气站被迫停课已有两个多月 终于等到防疫降至二级 从8月份开始也陆续有条件的恢复正常运作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前往关心 引发长辈的开学情形 除了叮咛大家要做好防疫之外 更送上智能体干酒精喷雾机 及酒精湿纸巾等防疫物资 作为老大人的开学礼 主席跟乡长都很棒 谢谢他们照顾我们 在我们的社区健康站文件站 以及长照西站陆续跟着开学 我们除了来提醒长辈们 继续做好防疫工作以外 也谢谢我们的主席邱美云 带来平平安安的苹果 还有健康热身操 带给我们的长辈们 活力十足健康满满 我相信社会福利 引发福利 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继续延伸 适性以及贴心的需求 所以在今年开始 我们针对于酒酒重阳的礼金 还有百岁人类的祝福 我们都会提出不一样的 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贴心服务 我相信让长辈老大人在吉安的适性移居 跟适性的生活安养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吉安湘15个福气健康站在省盛评估下 目前已经陆续开放 服务自宫及长者的疫苗施打率也达到8成以上 吉安湘公所表示将会严守防疫措施 落实酒精消毒量测体温等等 并采取溶流人数精准控管 持续为安全乐活家园奋劲努力 平平安安健康夹霸印 记者徐立琴 吉安湘报导